我妹跟我绝交了 不是我跟她绝交 是她跟我绝交 我妹已经嫁人了 她每个星期都回来一次 回来这里 她说想我们 想一家人多团聚团聚 但是我就说了一句 妹啊 以后你有事情你就少来一点 这样子也挺耽误你的时间的 她就生气了 她就说 她就去着 是不是不想让我来 确实 我内心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不想让她来得那么勤 来得那么频繁 我就想 我就让她每逢年过节来 去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来得太勤了 来得太勤了 影响她自己的生活 也影响我自己的生活 确实啊 你看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 有我自己的家庭 可是呢 我妹 她听不进去 她不懂 她总是觉得 我们不要她了 就跟我闹了 绝交了 但以后不会来了 她这样说 很生气的 就走 我真的不想这样 我只是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 这里虽然是你的娘家 但是爸妈不在了 是吧 我是哥 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有老婆 有小孩 你来得这么频繁 什么我老婆也会多想 我老婆也会不耐烦 每一次来都要招待 每一次来都要煮饭 像招待个人一样 每个星期都来两天 这谁受得了 我就这么说 我说她就受不了了 她就觉得 没有爸妈了以后 娘家就不再是娘家了 就是哥哥家 以后再也不来了 跟我绝交 啊 我不知道她以后还会不会来 我不想让她跟我绝交 因为她是我妹 她永远是我亲妹啊 就这么闹不行啊 我是她亲哥啊 我这么说是想让她明白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 可是她就不明白 她以为我 讨厌她 我不想让她来 内心就这样子想 真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生活 真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隐私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她来到 我家门口敲门 那时候我还在洗澡 然后我哪能那么快的来开门 是吧 开门了 她就气了 我总不能光着生子出来给她开门 其他时候 她都 总是觉得 一来到这里就躺着 躺着沙发上 满手机 那我回来了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像来她家一样的 确实是她家 我不能说不是她家吧 但是我很多时候也忙 我不可能 照相招待客人一样的 每次来都这么招待她 我招待不了 我会有我这些事情 有时候她一来 我跟我老婆想恩爱 都恩爱不了了 想浪漫 浪漫不了了 现在所有跟我绝交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